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阎王殿燕明正身后又把他放回来了 不过放回来后总会受点伤 譬如突然口吃了 或者瘸了 或者脸上多了个肉流子 据说这是小鬼押韵鬼魂时 要用铁链子锁住 不小心弄伤的 人在阴间的魂伤了 反应在阳间就是身上多了些伤痕 还有一种说法 说鬼差认识这个人 训个私也能给放回来 也有说 死而复生的人是贿赂了阎王爷 贿赂阎王爷可不是拼命烧纸钱 那没用 阎王殿里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南瓜 所以贿赂阎王爷要用玉南瓜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稀奇古怪地活过来了 这些有重新活过来的人 都会新增一项技能 就是可以穿梭阴阳两界 甚至能去阴间找人问话之类的 我朋友说 运城下面有个县 叫做匠县 匠县有户人家 老头子是个大水果贩子 很有钱 也霸道 钱都存在了自己户头上 密码从来不跟孩子说 结果有一次 他饭水果拾出了车祸 横死在了外地 这下子可麻烦了 都知道老头子账户里有钱 上百万 但是不知道密码 他把钱存在了类似于地下钱庄这种地方 那地方也乱 有一卡着老头子的家人 说没有密码 不能提钱 老头子的两个孩子心一横 就找了个走阴人 那人也确实本事高 当时就去了一次阴间 问清楚了密码 去地下钱庄一事 果然不错 这个走阴人就此一举成名 他是个老太太 就是给我说这个故事的朋友的奶奶 朋友说 他奶奶死的那年已经八十四岁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 七十三八十四 这是个坎 老人很难迈过去 加上他爷爷已经去世一年了 老太太的身体也不好 所以大家也都有预感 大县之前 老太太已经非常虚弱了 一个多星期未尽水米 也就是打着吊瓶吊着命 医生也委婉说了几次 老太太这是寿终正寝 能这样没病没在地走了 也挺好 不如回家里慢慢等着 老人过了八十 也算是喜丧 所以大家的情绪也都挺平静 看着老太太平缓闭眼 虽然有些悲伤 也都是松了一口气 按照民间传统 要在家里放三天 然后去下葬 虽然现在一直在强推火葬 但是在农村 尤其是比较偏的地方 大部分还是偷偷吐葬 没想到就在第三天晚上 棺材里突然登登作响 大家全都吓呆了 一开始以为是诈尸 一圈人跪在旁边 求老太太原谅 问她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没想到老太太在里面咳嗽起来 开始叫人 大家又想到当地过瘾的风俗 赶紧抬起棺材看看 发现老太太面色红润 竟然真的活过来了 老太太先是咕咚咕咚 喝里打杯水 才且过气 说这一路可真难走啊 可把她给累死了 她又问大家 怎么刚才天还亮着 那么快就黑了 小儿子见她死而复生 又喜又惊 小心翼翼地说 她已经走了三天了 这怎么又回来了 说起这个 老太太气不打一出来 她把水杯往桌子上狠狠一砸 说 当时我睡着觉 就有两个小鬼过来了 驾着我往前走 我跟他们好说歹说 说好歹给你们说句话再走啊 不听 这东西就是驾着我往前走 那条路左边石山 右边石河 就中间一条小路 两个人驾着我 走得那较快 耳边呼呼的风 走到半截子 突然被人拦住了 那个人是大高个子 比你大哥还要高两个头 他就驾在路中间 问那两个小鬼说 你们抓我妈干啥呢 两个小鬼赶紧给他座椅 说白大哥 你拦住我们做啥呢 那个人就说 这是俺妈 俺不拦着怎么办 两个小鬼就说 哎呀 不知道这是白大哥的家长 咱们这里也没记载吗 那个人就说 俺也不跟你们锅躁 快快放了俺妈 随便去凑个人交差 回头来俺们这里吃酒 两个小鬼点点头 放下我 美滋滋地走了 那大高个就跪在地上 叫了生妈 眼泪都下来了 我也有些搞不懂 我一共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都活得好好的 这哪里又冒出来了一个孩子 而且看着还挺有地位 我就摸着他的头 说 好孩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有你那么大个子的儿子呀 大个子也不多说 就说天上一天 地下一年 这里不能多待 让孩儿先给您老送回去 说完 他用手轻轻一脱 就把我抱在了怀里 然后呼啸着往前窜 真的是山崩海啸一般 没多久 他就跑到离处悬崖旁 把我放下 自己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说 自从白羊山一别 多年未见 他在山里一直感恩老母亲 这次是他来晚了 让我受惊了 他刚才托小鬼糊弄了一下 但是最多只有七年 最后七年 还望我在羊间好好待着 等时候到了 他会亲自来接我 说完后 他轻轻一推 我就觉得跌到了悬崖上 身子落了地 这不就在棺材里了吗 大家听老太太这么一说 顿时惊喜不已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 当时便扯去了林旁 将众亲友请来 将这丧事办成了喜事 大宴宾客 吹吹打打 又闹了几天 后来 也有人问老太太 他那个儿子 到底是个什么 老太太清醒后 说他自己 后来又想了想 那人说白羊山 他倒是想到了点东西 他说自己是嫁到这里的 以前做姑娘时 家门口有一座大荒山 就叫做白羊山 白羊山是一座 鬼气森森的山 以前是个古战场 到处都是老坟圈子 大夏天走过去 都冷嗖嗖的 邪性的很 都说老坟圈子出狐仙 那地方就是著名的出狐狸 各种各样的狐狸 这狐狸是一脸的媚态 看着真跟人一样 也会洗脸梳洗 还挺暧昧 老太太有时候坐在门口 就看见有狐狸 坐在河边的青石板上 对着河里的倒影 慢慢梳洗 渐渐的 也不怎么觉得可怕了 后来 有一年闹饥荒 能吃的大家都吃了 就开始盯上了这里 开始下绝狐套 捉狐狸吃 后来 有一伙猎人 打冬天进山 捉到了一只白虎 这狐狸浑身雪白 个头也比寻常狐狸 要大很多 看着就充满灵性 老太太就跟猎人商量 把家里过冬的粮食 拿出来一半 又把自己出嫁的嫁妆 一副银镯子 给了猎人 才换了这只狐狸 她说 这只狐狸不知道什么原因 非常虚弱 像是刚经历了一场大的磨难 据猎人说 他们也是在山顶上捡到他的 像是受了重伤 也不跑 也不怕人 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你 老太太每天悉心照顾他 好歹熬过了一个冬天 狐狸的身体也好了 还是向往着深山 老是窝在屋顶上 看着远处的大山 老太太知道 他想家 就送他回山了 后来 每年到了冬天 狐狸还会常常回来看看他 他也是无病无灾 一直很顺利 后来远嫁到了运城 那只狐狸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感慨 这只狐狸一定是成仙了 别人说 狐狸越老 毛色越白 他当时就狐狸时 狐狸估计是 刚刚经过天界 所以异常虚弱 也让他结下了一段善缘 我忍不住问朋友 那你奶奶他后来 我朋友点点头 后来他就成了走阴人 可以往返阴阳两界 这事情说起来很神秘 其实对老太太来说 就是听听别人想求的事情 然后躺床上睡一会儿 长则半天 短则一个小时 就下到阴间 把事情给问出来了 我有些不相信 觉得这个说法太离谱了 完全不科学 他也苦笑 说他一口气读到博士 就是想找到科学解释 但是确实找不到嘛 他说 他奶奶后来越来越有名气 别说附近村民 就连好多大人物 都要过来看事 我又问他 那狐狸说的七年 我朋友点点头说 我奶奶的确是第七年去世的 一天也不差 我也感慨 看来这世界真的是很神奇呀 没想到阴间真的存在 我朋友却是冷笑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那是阴间 也许在他们看来 咱们人间才是阴间 他们那里才是最终的归宿呢 我点点头 确实有这种可能 最后 我朋友有些迟疑 跟我说 其实他奶奶说 那只白狐狸还给他带了一句话 我问 什么话 朋友说 这一句话 他们家一只当成最大的秘密 他也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和他本人有关 反正十分诡异 我问他是好是坏呢 他摇摇头 不能说是好是坏 反正比较怪 我忍不住笑了 不是好 就是坏 哪还有中间的 我朋友急了 说 那只狐狸说 他孙子 不是人 我心中陡然一惊 不是人 难道是鬼不成 或者 我看了看朋友 突然不敢说了 朋友点点头 不敢看我 只是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 后来 我换了工作 也和他失去了联系 也不知道 他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如果说他不是人 那么他到底是妖 还是仙 或者说其他东西呢 多年之后 我又在南洋遇到了他 那时候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了 那也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故事 涉及到南洋恐怖的降头诅咒 而我竟然在一座丛林里的古庙里 又一次见到了他 接下来再讲一个我亲眼见到的 走阴婆的故事吧 大概是零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经常忘记在祖国的大好山河 大西北跟西南 是我最长时间的根据地 好多朋友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认识的 在西南那会 我借助在一个朋友家 那段时间 他们村子里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话说零几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会发展得还没现在好 而且国人的素质文化普遍不高 尤其是农村 婆媳关系很紧张 经常能看到婆媳端着碗面对面的叫骂 一边骂 还一边拍着腿 唾沫星子都能喷几米远 当时村里有个女的叫莲花 别看名字素雅 但她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脾气坏 不讲道理 结婚后更是变本加厉 对婆婆是百般看不惯 几乎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男人也不敢劝和 一到媳妇跟妈吵架 她就躲在屋子里不出门 村里人没一个不笑话她的 终于有一天 媳妇把婆婆给祈祷了 婆婆之前就被她逼得跟儿子分了家 老伴早几年前就去世了 剩下的几个闺女也都嫁出去成家了 这一到了之后 没有行动能力 甚至连顿热壶饭都吃不上 男人偷着给老母亲送过几次饭 结果被媳妇发现后 用擀面杖敲得满头是包 从那以后 她再也不敢去看老母亲 而老太太也就是靠着邻居 做一顿饭又一顿饭的救济 不然早就饿死在床上了 后面老太太的闺女 知道自己母亲病了 特意从婆家回来看望母亲 结果刚进门 就被莲花给骂跑了 莲花揪着老太太闺女的头发骂道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都嫁出去了 还天天想着回来占便宜 咋的 知道那老不死的没多少日子了 专门回来要东西的吗 老太太的闺女气得不行 眼泪啪啪止掉 连饭都没吃就回去了 结果回去没几天 就得知了自己母亲的死讯 那老太太死的是真的惨 尸体都生去了 当时还是大夏天 地上全是从尸体上流出来的油脂 那味道简直是直冲脑门 多少人连续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老太太的几个闺女 得知母亲去世后 都从婆家赶了回来 当听说是莲花把母亲气死的后 都哭着喊着让她陪葬 莲花她也自知理亏 没了往日嚣张的气焰 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一直到老太太出病那天 她都没出来看一眼 可就在老太太下葬后的当天晚上 莲花做了个梦 梦里看到老太太踩着一阵烟 从天上回来了 一开始 莲花还没反应过来 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 进了屋 看到老太太背对着自己坐着 莲花骂骂咧咧的说 我说你个老东西都几点了 还不做饭 等着我做给你吃吗 老太太也没理她 依然镇定自若地坐着 莲花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刚想上前叫骂 结果突然听到老太太脖子 咔咔直响 接着脖子扭成了麻花状 直接把脸转了过来 莲花被吓了一跳 只见老太太伸着双手就过来掐她脖子 老太太的手指甲闪着青光 就跟尖刀一样 眼看指甲就要戳头她的脖子 就在这一时 她被身边的男人给叫醒了 不过在她醒过来之前 听到老太太说 我七天后来接你 之后的几天夜里 莲花天天都做这样的噩梦 梦到老太太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屋 见到她也不说话 就是瞪着眼睛看着她 弄得她到了晚上 连觉都不敢睡 村里人知道这时候 都说她活该 被老太太带走也是罪有应得 而莲花一想到老太太说来接她 就害怕得不行 于是便惊人介绍 找到了一个走音婆 那走音婆住在隔壁县城 当时是我陪莲花一起去的 其实莲花的死活我一点都不关心 但没办法 那时候莲花怀孕了 真要出了什么事 孩子也活不成 而我作为门道里的人 是最适合陪莲花去的 用村里人的话说 我去了 好跟走音婆打交道 我们去到后 已经很晚了 当时也没路灯 那走音婆住的地方 也比较偏僻 很不好找 最后惊人指点 告诉我们 走音婆就住在前面一座小石桥旁边 找了好久 莲花才喊着说 看到石桥了 走到石桥的时候 我吓了一条 因为那座石桥前面有个碑 石碑上写着孟婆桥三个大字 我当时悲感奇怪 怎么会有人用孟婆桥来命名呢 这孟婆桥就是奈何桥 用在现实中多不吉利 后来才知道 原来走音人他们供奉的是孟婆 每个走音人家附近 肯定会有这么一座孟婆桥 只是一个象征的寓意 找到石桥后 我们也就看到了走音婆的家 我们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 当时我以为是走音婆家有客人 寻思着 就这么进去太没礼貌 于是就在外面等了一会 可过了很长时间 屋里聊天的声音还没有消失 莲花等不及了 冲着院子里面就喊 里面有人吗 说完没有人回答 他声音更大了 里面有人吗 我有事找 这次没过多大会 一个大概五十多岁的妇女就走了出来 用方言有些不耐烦地说 哪个吗 喊那么大声做啥子吗 莲花谄媚地笑道 是我隔壁县的 人家介绍我过来的 我在一旁站着 也没说话 走音婆把门打开出来 我看到她的屋里并没有其他人 但还是问道 您在忙吗 走音婆说 没有人 见来吧 刚才那是我自己闲着无聊 自己跟自己说话 听到走音婆说 刚才是她自己跟自己说话后 莲花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刚才她和我都清楚地听到了好几个人的声音 怎么可能是她自己再跟自己说话 莲花有点不敢进去 我倒是无所谓 走在前面跟着走音婆进去 看到我进去 莲花也立马跟了上来 进去后 看到房间里有点暗 我以为是没开灯 结果找了一圈 发现原来没有装灯 只点了一根蜡烛 我们刚进去 那根蜡烛就忽然跳了一下 火苗非常不稳定 走音婆看了一眼说 你们是不是遇到啥事了 还没等我们说明具体情况 那蜡烛突然就灭了 走音婆点点头说 果然是遇到事了 后面莲花把这是前前后后的 就给走音婆讲了一遍 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她也不敢隐瞒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走音婆听了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要知道 我当初知道这事 可是气得不轻 走音婆很平常地说 死人指甲长 无常都难想 按理说 我不应该帮你走这趟阴 但人死不能复生 阳走阳肩路 阴过阴间桥 我看看待会跟她谈谈吧 说完走音婆带我们去 离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很怪 没有窗户 只有一个小门 里面湿气很重 进去后我才发现 房间的中心位置 竟然有口水井 而且这个房间总给我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进去后就感觉自己就像是被禁锢了一样 浑身难受得不行 随后不知怎么地就跟棺材联系上了 我越看越觉得 这个房间是按照棺材的形式建造的 简某望着那口水井 走音婆说 水井可通地气 解阴明边缘 这样方便办事 随后 走音婆端了两碗黄色的水过来说 这是孟婆汤 喝了你们会舒服点 莲花有些犹豫 我当时也没搞明白 走音婆说 只是名字叫孟婆汤 其实就是姜汤掺了点黄酒 这房间音 喝了可以屈寒 听她这么说 我也没犹豫 养头一口气就给喝完了 喝完后 确实感觉身子暖和了不少 接着 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水井坐了下来 走音婆点了三根箱 朝着三个方向拜了拜 然后尝起了一口气 就不再说话 当时房间里十分安静 我甚至不知道开没开始 也不敢善问 就等着走音婆先开口 结果没等到她开口 井边的蜡烛却突然熄灭了 这房间里没有通风口 突然熄灭的蜡烛 让我警觉起来 观察了好一会 没有发现什么 我就拿出打火机 准备重新把蜡烛点着 然而还没等我把蜡烛点着 耳边就传来扑通的落水声 我赶紧点着蜡烛去看 发现走音婆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 此时她双手掐着莲花的脖子 正往井里面按 好像是要把她活活淹死 莲花蹬着脚拼命挣扎 我立马过去 想要掰开走音婆的手 结果发现 她的力气出奇的大 当下我急忙说 你这是谋杀知道吗 再不松手 待会我报警了 走音婆没有回答我 而是发出圣人的笑声 瞬间我心里一惊 我知道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 肯定不是走音婆 无奈之下 我只能劝她先松开莲花 告诉她 莲花已经怀孕了 要是就这么出事了 你们家可就断根了 不出所料 听到我的话 她犹豫了一回 然后把莲花的脑袋 从井里面提了出来 莲花在水里面 憋了很长时间 被提上来后 立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边还喊着求饶 后来不知道啥原因 走音婆又坐在了椅子上 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 跟莲花一样 突然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 一边喘一边说 干不了了 干不了了 以后再也不干了 这要是出了啥事 可让老婆子 我咋办啊 我听这声 知道走音婆回来了 莲芒问她怎么样 她说 之前跟她谈 没谈妥 谁知道她接着劲就上来了 我也拦不住 后来回去 跟我说了 要让你带的那姑娘 生了孩子后 给她守孝五年 不然还来找她 听到这话 莲花不带一丝的犹豫 赶紧说 没问题 别说五年 五十年我都守 走音婆点点头 休息了一会 带我们出去说 你们之后 老婆子我就不干这个了 危险太大了 你说刚才她要铁了心 把人给淹死 我可咋办 不能再进去蹲耗子啊 起初我不明白啥意思 后来听人说 这个走音婆 以前给人走音 就把人给弄死了 当时因为这个 蹲了好几年 这玩意儿解释不清 只能吃哑巴亏 所以我也挺能理解她的 果然 后来我再去朋友那里时 这个走音婆 已经不干这行了 就中点庄稼 养点鸡鸭 我还去拜访了她 听她说房间里的那口井 也已经被封上了 没有这是门 不响了 并不响了 畅厅 不响了 不响了